哈喽,大家好,我是路易斯 近年来,医学越来越发达 世界人口的年龄逐渐老化 以前大多数人只能活到50至60岁 现在很多人都可以活到7、80岁 但是,得到阿兹海默症或失智症的风险 也会随着年龄而提高 数据显示,预测在2050年 全球的失智症患者将高达1500万人 那么,失智症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研究发现,失智症患者脑部会出现淀粉样斑块 这些物质对脑细胞造成破坏 导致患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都产生退化 尤其,研究显示,除了年龄之外 肥胖也有导致失智症发生的风险 因为肥胖的人通常也有高血糖 身体在慢性发炎,导致身体各种机能的退化 包括了脑部,开始累积这些淀粉样斑块 从而造成对脑细胞的破坏 研究显示,断食对头脑有很多好处 因为断食会对头脑产生刺激 让头脑产生危机感 就会开始做出应对的动作 第一,断食的时候 大脑里一种叫BDNF的蛋白质会增加 这一种蛋白质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能增强脑细胞之间的沟通链接 让信息的传播可以更快和更有效 增强头脑的功能 BDNF也有抗忧郁和调节情绪的功能 很多失智症的老人会有情绪的问题 比如忧郁或者是突然对身边的人发脾气 因为头脑的神经化学反应已经失调 而BDNF的产生只能让情绪问题得到改善 第二,断食期间身体不需要忙于消化食物 所以会开始进行清理和修复的动作 而脑细胞和其他身体细胞一样 都会增加细胞制食 把没有用到的蛋白质等物质分解和清理 当我们复食的时候 细胞就会开始生长 制作新的和更有用的细胞部件 让细胞功能增强 这也有助于改善失智症的情况 第三,断食的时候 身体会进入燃烧脂肪的状态 而燃烧脂肪会产生酮体 酮体能刺激干细胞的生长 干细胞会转化成新的脑神经细胞 当脑神经细胞增加的时候 脑功能也会得到提升 除了断食 还有一些其他方法也对预防和改善失智症很有效 比如运动 营养丰富且均衡的饮食 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经常训练和使用头脑 以及和谐的家庭和朋友关系 这些因素能有效改善失智症的情况 那么,断食应该如何进行呢? 断食的时长最短为12小时 最高可以超过几十天 对没有断食经验的朋友来说 可以从12小时开始慢慢增加 在这里也推荐我自己实施的一天一餐断食 一天只吃一餐 其余的时间保持空腹 喝水补充水分 一天一餐的好处是 空腹的时间比较长 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排毒和修复 同时也不会影响热常生活 可以每天持续执行 长期坐下去 可以把身体健康维持在理想的状态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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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